双重荧幕设计仿佛为绘图工作者量身定做 品牌大厂华硕今年端出新品 尤其华硕2020年品牌合并营收3824亿元 接近四字头 今年上半年又有MB先咖涨价效应 一到二月业绩冲上702.6亿元 年增57.9% 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那我们的营收跟出货应该会是一个足迹增加的一个趋势 新数位化工作学习以及生活这样的一个新形态 将会持续而且会深化 所以我们对于整体2021年PC市场是抱持一个正面的观点 华硕预期笔电主机板显示卡三大市场需求强劲 今年还会是公不应求 不过上游零组件吃紧成为营运变数 华硕方面提前与供应商取得长期合约 有信心能够应应 外资上调华硕目标价看好PC出货 大幅成长 手机方面最新电竞手机ROG Phone 5 3月10号正式发表 有望搭载最新高通888处理器 希望力拼2022年手机事业能够全亏为盈 除此之外品牌双雄之一的红机也是市场焦点 红机推出多款Concept D概念的可翻转笔电 锁定创作者市场商用领域 可以说独占凹头 旗下Chromebook产品 一月份在法国就拿下78%过半的市占率 北欧也吃下45%成为市场霸主 两大品牌厂近期股价 从去年底一路上扬 分别来到325元与27元 涨幅相当明显 可以说远距商机带动下 台厂今年营运表现有望乘胜追击 新唐人亚太电视沈维同台湾台北报导